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新桑海神州节目 我的拍档杰斯在旁边,杰斯你好 喂,你好,我好拍档桑普,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桑海神州 是,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些关于国际新闻 两节都会和这些国际新闻有关的 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军有一个很重要的司令 美军的司令,Admiral Samuel Papalo,就是Papalo 就是用华语读就是Papalo 他就是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以前已经酝酿过了,不过经过他的嘴巴说 完全不同,他就说他已经是被说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失败 亚洲就已经有一个更危险的时期 西方用了过去40年一直试图中国共产党去做政治改革 证实是失败的 于是乎现在准备在台湾海峡100英里的水道 从天上到水下分别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的载具和空中的无人机 就是无论是水面,就是天空上,空中水面和水底都有无人机具 这些是无人在下面操控着的,是远端去操控的 就变成一个无人地獄 如果一旦共产党就想进军台湾的时候 侵入台湾的时候 他知道共产党要做的战争 未必美军可以立刻来到 因为共产党要赢台湾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除了滲透之外 我说是军事方法 就是短暂而猛烈的战争 趁世界都来不及去行动之前 就去争夺了台湾 而且在无预警之下 对台湾发动超级的战争 美军靠什么呢? 第一靠雷达 雷达在征加州共产党的军队一出福建 或者出台湾海峡的时候 就立刻部署这些所有 动员所有这些几千艘的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的 再具空中无人机 使得整个海面变成一个 你一来就变成地獄 一定将你击杀 OK? 那这件事死了多少在所不惜 因为美军和台军都不在台海里面 全部都是无人的机具 而这些搭载武器的 里面有多少的武器 里面是什么性能呢? 它说不披露 它说这个是不会讲细致给大家知道 这个是有机密的行动 美国就要确保 由现在去到2027年 甚至无之后 美国军队和盟国都能够获胜 它要装作一个美军计划的地獄景象 就是Hellscape 我们称是Landscape 就是地表的景象 Hellscape就是地獄景象 在这个地方 去阻止这个中国攻台的 这份就是华盛顿邮报 一个专门作家叫George Rodgers 罗金 6月10日他发表一份 他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里面 访问帕帕罗的这份 这份这样的说法 他的目的就是说 要显示到帕帕罗就是说 要动员美国防卫世界另一端的民主国家 他没有说台湾的困难 他觉得没有办法 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造成动员的 于是他觉得 一定要有更强的阻撼出来 于是他就说出这种 更强的威胁与阻撼力量 就是刚刚讲的计划了 其实这件事都是顺着 去年9月6日 国防部副部长Kathleen Hicks 她说过美国将会开发 几千套海洛空人工智能AI系统 用小巧智能低成本的手段 做自主系统抗中保台 规模要大幅拡大 跟着今年的3月 国防部也宣布 花10亿美元 1 billion 去做这个replicator 就是复制者的计划 就是做这个叫做 Uncrued Service Vehicle 就是没有人駕駛的 水面载具 没有人駕駛的航空系统 或者叫做反无人航空系统 都有这样做法 那这次呢 已经可以这么说 是第三次 而且是最清晰的一次 说出了她自己的战略 这件事并不是施定员自己信口开号的 一定是有所管的 那我想这件事的目的 最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说呢 要去做到真正的威胁 另外也是通过她的说法 向国会争取预算 美国有自己内政的一些做法 另外就是说呢 去催促交付时间 这个也关键了 现在不明的 那你就算做到的话 何时可以deliver 何时可以deploy 这件事的话呢 都未真正的讲清楚 那也讲到 美国也都不怕中国去做军备竞赛 armon race 因为你怎样做法都好 那大家揽炒做地狱 这个是你怎样做armon race 都没办法 那我相信 这件事让我使得 让我看到 这件事并不是 如果中国侵入台湾 不可能只是两岸之间的内战 所谓内战 这个根本不是内战 事实上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 美中之间的战争 而这个战争 我认为绝对不是只限于台海的 一定是全面的战争来的 换言之 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说 只是阻折就算数 最后火弱一点起身的时候 两面开战 一定很多的中国的地方都会出事 那我觉得这些做法不及 就是当时川普一句话 说得很清楚了 这些细节的东西 其实说得这么小的话 人家会觉得很麻烦 那川普前几段说过 中国敢打台湾 美国就炸你北京 轰炸你北京 那就是大了 意思就是说 在川普眼中 This is a total war 那这个total war 是一个纳粹的词语 意思就是说 全面对于中国本土开战 你如果敢打 你就要承受所有的事情 这个不只是说 将台海变成什么地獄景象很简单 而是一个全面的战争 我就认为 川普说的说法 比日帕帕流的说法 更加有阻抗力 阻抗力 要大它有几样东西 一就是你的实力 实力有些事情不需要和别人说的 第二个就是你的决心 决心这个要和别人说明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明的 我希望这个帕帕路 就是这个现在的美国民主党政府 下面这个司令 能够说出的事情更加重要 但是当然了 他不是总统 他不是国务卿 他不是国防部长 他只不过是美军司令 他能够说到这些事情 就只是说军事方面的部署 而我觉得肯定是有授意之下才这样说的 那我看一下杰斯 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这位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 我想他在《华盛顿郵报》的访问 我都看了的 那我觉得会是这样的 你只不可以 未必需要太过认真 他只是可能倒出了整个 如果中共犯台的一个 其中一个的情景 那他最主要他说的 Hell scape其实就是 主要在说的可能就是 在那个犯台的初期 美国美军和盟友 未能够即时集结之前的那段日子 可能他大概提过可能是头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面怎样用 刚才说的无人机啊 无人舰啊 无人潜艇啊 去先打头阵啊 类似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说就是我想 我们回到集中 只是讲一下那个 就是从军事方面去看先 那如果你是从军事去看 我想共产党到今天 我们以往都讲过 我想到今天我都没改变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习近平其实很清楚 解放军是没有一个十足的把握 可能连五成的把握都未必有的 就是你讲 因为你讲的如果用武力去占领台湾的话 我想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就是登陆台湾 那帕帕罗都提到的一样东西就是 他预计解放军是会用一个速战速决的方法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我其实我长期都会挺怀疑解放军那个登陆的能力的 就是譬如说你看到解放军这几年做的 很多些给大家看到的演练 就是针对台湾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围堵啊 譬如说可能都是一些封锁台湾海峡的那些这样的演练 但是你说登陆其实这个可能是最弱的一环 但是如果你不谈到登陆的话 其实你是怎么能够 就是究竟你怎样定义成功去占领台湾呢 你不可以只是用一些无人的高科技的机器 那所以 还有就是你登陆台湾其实那个点呢 选择不多的 我想台湾的台东和台西 其实登陆的难度都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其实来来去去可能都是在台北啊 又基隆啊 那些那些那些那样 那其实那个范围也是很有限 那所以 我想帕帕罗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当然就是 就是两军对战都说了整个整个情景给你听了吗 那我想我想没有讲的 我想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 第一 美国佬以往的风格都会是 煲大个潜在的对手的 OK 就是没打之前 无论哪些年的冷战年代的苏联啊 或者是中东问题时候的伊拉克啊 大杀伤力武器啊 他都会是煲大个对手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有几样优势 中共是很难是占得到的 比如说美国 美军有长期有实战的优势 美军的科技一定凌鸽于中共的 这个科技的优势也都有了 还有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的战争 其实还有很多智能运算上的优势 这些全部都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那句简单讲 讲笑的讲 轻松一点就是 就是自怕你不打而已 现在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不打 其实如果你打 就我觉得是 是很容易 不是那么难解决的问题 那至于你说 就是帕伯罗讲的东西 是不是都杜出了全部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提到 比如说就是 究竟美军有没有 其实今天的美国 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我想也会考虑过的就是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过战争 其实可能某程度上 和俄乌那边是很不同的 美军在俄乌里面扮演的角色 只是提供武器啊 就是尽量去不参与 但是去到太平洋战争 美军是不能避免不参与的 那么那个参与 是不是只是协防那么简单呢 这个问题也都是大家要思考的 就是如果你说去到真的 去到宣战的地步 其实我想习近平都会想到的 就是理工台 他会不会也都挑选了 已经有一些中国的城市呢 就是好像刚才特朗普说的那句 就是你打台湾我就打北京了 或者未必打北京的 或者已经减定了一些沿海的城市 比如说福州啊厦门啊 甚至上海啊 甚至香港啊 这些都可能是一些 选择攻击的城市 所以那个 我想那个 那个战争啊 无论那个形式 或者那个规模 一定不会是 俄乌那种 因为 那个地缘的 的 的 关系呢 那个利益是很 完全很不同的 就是 俄乌你始终都是在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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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角的地方 但是 但是太平洋人 是实在是 就是实在是一个 太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美国是 不会讲完整个 那个 那个 蓝图 给你看 但是我觉得 是一定有一套计划在那裡的 就是这个 今次讲的 Hellscape 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 小部分 那还有其实我觉得 说出来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都要看一下他 其实我觉得 说得出来的东西 其实 某程度上 可能都有一些 误道的程度的 就是都会是 是 是 是不是想解放军 是去 集中 去跟他做一些 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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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解放军事 武器的一些競賽呢 之如此 其实背後应该是会有一些动机在那裡 但是暂时我未必看得太清楚了 我说几个想法给大家听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真是有心打的话 美国可以 我认为 我从大局来说 就是军事战略来说 如果真的要打 很简单 好像 顺着特朗普的想法来说 我不需要攻击北京的 但是我会威胁 这个城市 中国人不起疑 就打那个城市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说给大家知道 你用中国人的手来打中共 这个是最合理的做法 哪个不起疑 哪个不抢夺 那个城市 共产党的主导权的 就打你 那其实这个方法呢 更好过你舍飛弹 是令城市 是的 高效益 另外一件事 还说呢 这个是 台湾也都要自强 就是说今时今日 如果你今天 台湾等着黄尸来到 是不行的 但是我知道 我当然很深水很清 在美国 现在2024年6月14日 今天 你会看到 在台湾部署的一些雷达站 洛山雷达站 基本上是美军去操控 整个全东亚 最强劲的一个雷达中心 它覆盖范围 包括基本上全中国 当然包括日本、韩国 部分的俄罗斯 北韩等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连国军 都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去真的能够操控 当然了 美军是不是要给一些国军 即是 中华民国军队的一些面 是另一件事 但是美军在里面 操盘住整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美国有很多很多的 情报的一些 一个机能 在台湾里已经保满了 我就说了 如果你真的要打 第一 偵測到东西 台湾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美军自己操控住的 第二件事就是美军不会打仗先期 烏克蘭你陷落了 不会造成一个叫做 立即的骨牌效应 但是台湾一旦淪陷 韩国、日本能源 運輸全部断裂的 玩完的 即是整个西太平洋 玩完的 美国是承受不起这个冲击的 反正美日同盟 美韓同盟 美非同盟 全部都受影响 这个不就是台湾的问题 另外还有晶片问题 大家知道 即台积电 生产世界超过一半的晶片 那我只是问 如果你一问一问 你没有Plan B呢 到今天都没有完整的Plan B 所以一定打 打 怎样打呢 你不只是说 头痛衣头打 脚痛衣头打 你要直接直击要害 要是用一个战略上的恐吓 说给我知道 我直倒黄龙 我不会跟你在这儿 搞一些地区性的战争的 而你看到 最近Pompeo 都顺着我这个说法 讲得很清楚了 有传说 是不是未来 川普如果再当政 会成为 就是Pompeo 会成为国防部长 分分钟有可能 那6月10日 就接受一个叫做 英国的智库的访问 就是RUSI 他就说 美国是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 同时应付两场区域的挑战的 就是一场 俄罗斯打瓦克兰 或者是中国打台湾 同时应付两场 不需要做中间的取捨的 他批评拜登政府 处理乌克兰战争和全球安全 有两个很大的错 刚刚傑斯说到的重点就是说 美军可能有些东西 就是资源 告诉大家 包大敌人的 就是所谓的资源的地方 那这个绝对 我觉得这个 美国经常做的 这个不是问题 但Pompeo指出两点 就是现在拜登政府出现的问题 第一 就是不断谈论局势升高的风险 并表达担忧 你看看拜登和很多人 我稍后会讲到 Pompeo之外 还有这个 Curt Campbell 是坎贝尔的 那他们都是在说 谈论局势升高风险和担忧 你不断讲这些东西 其实是掌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用我们的广东话来说 是这样讲的 这件事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不断说 哎呀你再这样搞的话 局势就很惨了 那别人那些坏的人 就越来越造次了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说 他讲自己不做行动的正当性 就是说我今时今日 我才不做行动的 等它去改变的 这些做法 你不是导致到 当时阿富汗的问题 乌克兰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 2022年开始的时候 美国不会出兵干预乌克兰的 如果你一这样讲的话 不然人家坐大人家的医生打你 这件事的话 大家知道 就是肆虐畏缩的表现 是无助于阻嚇 美国要做的是 Deterrence 威胁阻嚇 以威胁阻嚇 来成为避免战争的第一关 这个崩断了之后 真的要打仗 也都能打仗 打胜仗 OK 所以你看到第一件事 你千万不能对方缩 你对于坏人 你不可以和他讲道理 你要和他讲拳头 你要和他讲威胁 这件事才是对付坏人的好的方法 你可以说 喂 美军 很多东西需要改善 对方有很多东西 很棒 但是我们会改善的 那就可以了 但你不可以说 哎呀 你那些东西很棒的 我追不上你了 哎呀 我自己不会做事的了 哎呀 如果真是打仗的时候 就很惨了 那说这些说话 是没有意思的 是有细微 纖细的分别 但是真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明白到 现在搞不好 他说呢 做真正的阻撼呢 据蓬佩奥讲 蓬佩奥讲 就是说呢 第一 美军当时应该提供 防御性武器给乌克兰 但是没有提供到 OK 就是奥巴马时代 但是他的侵侵时代 才会提供一些防御性武器给他们 之后呢 才有一定的 但是不足够的防御性武器用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代价的评估很重要 要令对方 对方都会计算的嘛 他会令到对方 评估代价的时候 觉得他输不起 输硬 代价太高 那你就会赢 就是起码不会有战争 另外一方面呢 是要敦促欧洲 自己投入资源去自卫 不只是靠美国的 这番位也对台湾、日本说的 另外也在意呢 他说烏克兰战争重要的看法 不是看俄罗斯怎么看 烏克兰怎么看 而是看中国怎么看 他在意中国怎样 看战争如何结束 和如何善后 避免中国呢 在这儿 检实结果 最后就是他能够 就是咸鱼翻身 或者 从这个地方渔利 这个才是重要 他说所有停战呢 就是他会觉得这样 所有战争 开战 停战 在这个西点军校的旁边的眼中 其实停战是暂时的 永远是不会停战的 邪恶是不会消失的 那你怎么去制衡它 怎么去控制它 这个才是重点 那他说呢 俄罗斯安全的风险是长期 除非内部有政变 那未来7月 北约会在 華盛顿DC那里开峰会 那接时看一看 究竟 怎样能够阻合到中国的问题 和普京的问题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因为最近的洛曼帝战争 80周年纪念 那就变成了 大家都拿洛曼帝 来和台湾合作为比 很多的一些媒体都开始讲 就是Nomandia 就是法美的Nomandia 就是这个地方 1944年6月6日 当时盟军 英国啊 法国啊 美国啊 接着这个加拿大啊 澳洲的军队一起 由英国 博次茅斯港出发 接着登陆洛曼帝 反攻 100万兵力 OK 那当时候呢 你会看到 有5个地方 能够成功 100万兵力 内含15万的步兵的 你想想 中国有没有这么多兵力呢? 我们用1944年的 即是80年前的 和现在比 全中国现在的军队呢 只有97万5千人 连100万都没有 你都不可以抽调所有军队来打 你抽调所有军队 你还要减少那些 unskillful 就是 你中国人想的那些 人多好办事 矮多 骂死象 但是你今天 是不是还是用这些思维呢? 就是你说 那些连毛泽东那一套 那你还行不行? 人海战术 这样行不行? 今天已经 今天已经打到 都不用用人了 就是这样 这个都要考虑了 我自己计算 你每一艘航母艦 可以载多少人呢? 有些人统计过 一艘船一次一次 是混二万人 OK 就是你不可以用 对付北韩 即是韩战当时 那个所谓人海战术 整班人涌过来 在矮多生死象的方式 你要这样去打台湾很难 还有你要做 是一点一点的混 还有炸一手就没有一手 两万人一定死了 一个炸弹炸进来 两万人一定 砰 海上被鲨鱼咬死了 OK 那你这样搞 行 那你就一个逐个逐个来 有人估计 譬如97万5千人 中国解放军抽调其中 50万人来打 你都是比洛曼帝少了 一半 OK 跟着你的能力 是应付着台湾多少军人 25万军人 是比你少 一比二 但是呢 不要忘记台湾有预备役 231万人 他会做很多事情 如果总动员的话 两个加起来 分分钟是接近300万人 好了 你50万的军人 对300万军人打 你会觉得打得到吗 好了 就算你打得到 美军来迟缓的时候 你打得到吗 所以我就说 中国共产党攻台的所谓的 真是有可能性不高 除非他痴妈根而已 他痴妈根好 就像是刚刚所谓的 你打过来 我是很开心的 中共就快灭亡 大家准备光阔 但是 但是这样啊 桑普 习近平呢 是千秋万世 他总有一天是会痴妈根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痴妈根 痴妈根的意思是什么呢 希特拉都试过的 就是说 譬如希特拉二战美旗的时候 他拒绝投降 他要绑上整个的德国 和他一起死 那其实暴君是会有这一着 这一着就叫痴妈根 但是目前我们计不了 习近平什么时候痴妈根 因为他龙体都是很宝贵的 所以他其实很多人一说这个 就是共产党 比如特别建制派一些 哇我们国家很强啊 我一打过去他就死了 你真的开玩笑吗 你很多东西没有算到数 譬如说 共产党自己就会算数 你打人 就是你都很简单的 我打人的时候 那别人会不会打我啊 这场战争一开始之后 中国的经济一定是会大崩溃 或者如果还有美军那边 美国为首的民军 那个参与度很高 而且是真的会 襲击中国的城市 这个是会引起到中国内部的混乱 共产党很多东西都未必很害怕 但是稳定是最最最最最最 通常都是最优先要处理的东西 如果内部不得稳定的时候 怎么打啊 所以我都是那句就是说 有很多人常说 亚洲北约化 亚洲一北约化的时候 台湾一定是个前缘来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普京就是普京 习近平就是习近平 你比如说俄乌战争的誘因 其实就是因为普京觉得北约很aggressive 推到很前推到去令到俄罗斯有威胁 所以他就要动这个乌克兰 这个是普京会做的事 或者俄罗斯人会做的事 就是习近平收工 OK 就算我告诉你 就算今天在亚洲这一边 是很明显的北约化 解放军 我的看法也是解放军是不会动的 因为他一知道他一动 其实真的整条龙气都会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始终都是抱持那个 就是那个看法就是什么呢 比如最近呢 最近华府有两个很重要的就是 智库 一个叫做AEI美国企业研究所 一个叫做CSIS 战略气国际研究中心 他都说过一件事情就是 AEI那个报告他都说过 他说不要只是集中去看 military那边 北京那个意图透过脅迫手段 来达成政治控制台湾的目的呢 他说这一点呢 是较少受到关注 所以我经常提醒就是 如果你问我 武力犯台和和平统一 我觉得和平统一是值得关注很多 因为和平统一里面牵涉到的 就是中国今天在台湾滲透 或者还有那些认知战 其实如果很坦白 台湾人应该要明白就是 其实这一场台海战争是在打的了 不过不是一定要用武力去定义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的报告都说实际上 他说美国台湾或者世界各国 其实都有能力制定一些反制措施的 去阻止北京的脅迫行动 就是现在在military方面 就是这个这个其实不是太难的 告诉你听 怕我震个孖黄那个是习近平的 其实今天不敢打的是他 只是嘛 不过他整天只剩一把 所以他整天都要做围堵的那些 你CSIS那份都提过一样东西就是说 不要只是想不要只是整天计他几时打 他最多是军事上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 动一下就是做围堵台湾 围堵台湾的时候他可以不断的升级 譬如说 整个台湾海峡的那些商船 那中国可以用海警去登船去做检查 那将那个台海的那个常态 将他改变 那这些他就会做 那所以其实要问的就是 如果他现在都在做 如果他改变这些常态的时候 他又不是像发动的战争 那你美国佬又有什么反应可以给出来 这个就是个问题 你是不是又只是用嘴来骂他几句呢 还是你可以更加aggressive一些 至少起码给大家看到 你是真的用军事的力量去保护着台湾呢 我再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 譬如说 你现在对菲律宾在做多少事情 就是这个就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问你拜登 OK 所以 或者共和党可能会做多些事情 那所以 就是 这个是 就是做多少事情出来 那个抛袭的程度是去到哪里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那这个 就是刚刚杰斯说到一个重点 是 反滲透 反内部的木马屠城 特洛伊木马 是啊 这个共产党就会做 我觉得共产党真的对台湾有威胁的地方 当然有威胁有野心 而且我们一定要防范 防范的重点就是这些地方 反搞乱台湾 你看看 麦南白那些 议会的改革 是的 议会改革是其中一个开始 是的 就是清鳥行动 就是清鳥行动大家知道什么 清鳥对南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了 然后看回整个地方 宗廟 教育 傳媒 政府 军队 各方面 怎样一个一个这样滲透 怎样一个一个这样腐蝕 这些就是最得人惊的地方 就是说 它可以不宣战 在里面做内乱 内乱之后 而夺权 这个真正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台湾 每一次总统 大家都心惊胆条的 就是不是说支持哪个总统 有没有亡国的问题 这个才是真正的 心惊胆条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一点 希望大家要明白 就是我觉得 杰斯说这个 比麦在抖紧 历史上我想说 是啊 历史上呢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今天 如果你只是从军事上去看 解放军有能力 炸到整个台湾粉碎都可以 OK 但是历史上呢 你炸到一个地方投降 怕例子真的不多 你只能炸 你越炸 你炸到那个地方的人 是继续在横抗 所以登陆是很紧要的 但是解放军的登陆能力呢 是 我是相当之有保留的 那你再加上的就是 是啊 你说只要是台湾 台湾的国 台湾的军队去守 那当然是炮一点啦 但是你要记住 是有整个西方自由的阵营在里 以美国为首 日本啦 南韩啦等等 你最近荷兰都派船来 来这个台海啦 荷兰已经都改变它的政策了 荷兰早两年前 是尽量不干预台海的东西的 但是今时今日 荷兰都派海军来这个太平洋 就是南海去做巡逻啦 你见到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见到 解放军都见到 习近平都见到的 所以其实你问我 我都是那句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人打 他什么时候好像桑普那样说 他痴妈跟呢 那都不错的其实 是 虽然是 是会牺牲台湾人的 就是这个我都要说一声抱歉 是的 就是没办法 是的 首先我要肯定 荷兰很厉害 第一件事 荷兰真的厉害 不是荷兰厉害 是荷兰真的厉害 第二件事呢 台湾真的适合登陆的地方 我记得有人数过 大概有14个左右而已 其实这些登陆的地方 跟洛曼帝很不同 洛曼帝呢 当然不同啦 是一条很长的时间 你每个地方都是登陆到的 就是换言之你防不升防的 就是希特拉在那个地方 重兵摆了在加勒制 英法水域的那个位置 但是他觉得洛曼帝那么长 你登陆你把屁吗 他有那么长的幅地 谁知道就在那个地方去登陆 那现在台湾呢 跟洛曼帝的地形完全不同 那台湾沿路都是海的 你知道这些登陆需要有多容易的 第一呢 多凶险啊 台湾沿路是有超壁的嘛 你可不可以蔓延水埠登陆呢 当然不行 是整个超壁来的嘛 大佬 第二就是说 平原的话 水太浅 你根本上无法登陆 是的 就是太浅的位置可以登陆 太高的隙子不可以 就是中间那些位置 就是旁边有平原 但是滑下去的时候呢 不会被那些人登陆不了 台湾就是适合登陆的 大概数过14个地方 其他的话呢 你只要在淺滩上面 佈了水雷的话呢 就炸死了他们了 14个 14个没有啊 我觉得10个楼下左右 你会觉得台湾掌握不了 这14个地方吗 美军最好吗 是啊 他就专门在14个地方招呼你了 是不是 你唯一想赢的是 斗督将军 就是打算去东岸那边而已 那里是懸崖超壁你了 不要紧 是啊 你硬要来 你硬要来也可以 一样有一大堆的计划 那些飞机全部在山洞 装了洞 以前两掌时代已经有了 到现在 美军 台湾军队依然做 所以共产党 你够胆来 我够胆跟你砌 多些来 杀密些手 一点都不会流程 哪个共军来集的 一定杀他 OK 一定杀 因为毫无疑问的 你做一个所谓的aggressor 你还有什么的可能性 一定杀他 就是我相信这件事 是我们做人 应该要有的一个 血气方刚才这么说 都要做这件事 是 那你说另外一个 美国的重要的消息 就是讲的 Card Campbell 他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也都是重要的 印太沙皇 那这个Card Campbell 就是这个坎贝尔 我不知道香港怎么翻译 但肯定就是这个Card Campbell 是重要 应该是最重要的 军事的幕僚 那你说 林肯是否他是一个国务卿 他是一个外交部长 但是真正的大脑 我想是这个Card Campbell 很有关系 那拜登用了他来做事 就是显然他们几个人 都是互相声息相通的 那Card Campbell 就认为 当前世界局势危险性升高 美中存在分析 但是对美国来说 推翻北京政权 不乎他的利益 他认为美国应该 可以与他盟友一起 和北京发出明确的讯号 劃定红线 表达关切就是足够了 因为他最近出席一个 华府智库史丁新中心 The Simpson Center的活动 当他被问到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 Mac Pottinger 和前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指拜登总统 对中国政策过于缓和 那 坎贝尔就表示 华府 即DC 是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主要的参与者 尽可能在不选美国或盟友的利益之下 和北京共存 和北京做建设性外交来往 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他认为 世界目前已经够危险和不可预测 中欧有一场激烈战争 中东又有局势不稳 红海也有挑战 非洲有饥荒 当下 与其尝试推翻另一个大国 不如和盟友和伙伴做足准备 发出明确信号 表明红线和关切 这些说法令我觉得很有疑问 他说 还有一句话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估计呢 他有原因 他说 美国多年来高估了自身能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决定 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 了解优先事项 认为中国决心要稳定美中关系的 是因为北京需要向投资者和其他人保证 中国已经议定了一项经济计划 并且不会寻求制造可能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升级的磨擦 他说中国很难在不损害本国经济的情况之下 采取某一些措施 他说我们现在明白 经济表现对于习主席来说至关重要 我听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想法就是美国这么多年来 尤其是1970年代 就是美国和中共建交以来 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OK 这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一度是侵侵蓬佩奥时期扭转过 拜登之后又恢复这件事情 我简称这件事情 就是以为中国是在经济之上 中国是要做生意的 中国是要稳定美中美关系的 中国是不想不要投资者的 他会内伤的 很惨惨的 那美国就去利用这件事情 他对中国施以全教士式的教法 于是可以教你 你要乖些 你要做好人 你有钱赚的了 做好人 有钱赚 做首社会国际秩序的人 包你有肉食 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中国 你看到哈林顿的时期就是这样做 今时今日我看到这篇事情 就知道民主党政府 这个重要的幕 其实他代表了整个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就是第一 中国是经济决定论思维的 第二件事他认为 他认为中国是经济决定论思维 第二件事他认为 美国现在对付大国 就不如去应付很多的火头 刚刚讲过中欧 就是乌克兰 就是乌克兰 就是中东 就是以色列和塔玛斯 另外就是这个 非洲有机方 都说出来 全世界这么多的火头 他觉得搞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这么多的小火头 还要大火为什麽 这个就是美军的一些这样的说法 我听完他之后 说我觉得非常摇摇头 就是我会觉得 哇 原来你整个思维 对中共的认识是这麽肤浅 我认识的中共 绝对不是经济决定论 是权力决定论 是哪个权力 是共产党的权力决定论 饿死了你这麽多的人 你可看历史的 Curt Campbell 你可不是做对 什麽印太什麽沙皇 是不是有个花朵给你 印太沙皇 富国武卿 共产党真是为了钱 共产党的很多官员是为了钱 但是共产党的核心不是为了钱 共产党的核心是为了权 毛泽东是为了钱的吗 他有权 什麽都有 玩哪个女人都有 什麽滴水洞 天生一个先人洞 无限风光再险峰 你想怎麽都可以 这就是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去到习近平 一样的思路 有什麽分别呢 所以我说 喂 你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如果只是认为共产党是为了赚钱的 经济决定论的 或者就是说 好像当时你认为 哎呀 共产党不会伤害香港的 因为香港这些金鸡蛋 共产党不可以没有的 它有人才有金能 没有香港 共产党会死的 各位 这些事情第一 你对香港太自大了 第二 你太不了了 共产党 共产党的核心就是权力 而权力的重心 并不是金钱 你看习近平 现在整个中国经济江河日下 他都风雨不动 安如山 继续这样做的 如果他为了钱 他为什麽不第一次 就是一直延续着 邓江湖的政策 改革开放 继续招商引资 大家分造吃饭 大家贪得无厌 每个做沈董那本 红色轮盘 大家玩就可以了 为什麽不敢做 因为他觉得 共产党有亡党危机 他觉得 他自己觉得 你们个个人要赚钱 搞到最后 共产党会玩完 他一收 而不会再放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一种思维模式 好了 你认为 Kart Campbell如果真的这样 而出任了美国的所谓的 副国务卿 我会觉得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对于这个 是尼克逊 基辛格以来的基辛格主义 再加上这种衰静主义 投降主义 全部出来了 有很多人为民主党政府 就觉得要帮他打圆场的 就觉得不是啊 川普最大的问题是什麽呢 他这样说 尤其台湾有一堆学者专家 就说什麽呢 川普最坏的事情 就不能够团结欧洲、日本、各国 一起对抗中国 你看看 拜登能够形成一个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的重点就是 大家一致对抗中国 一致对抗俄罗斯 你看看 拜登终于形成了这件事 我想你很多事情都搞错了 你要对抗俄罗斯和中国 这个two front war 这个两面的事情 是拜登搞出来的祸 当时候如果你不咬人瘡狂撤军 2022年2月根本不会有俄罗斯 襲擊乌克兰这件事 襲擊乌克兰 当然你不需要去做联合欧洲 欧洲自己联合对抗它 而你搭上这条船是美国的决定 OK 你要这样做 和北约一起打帮乌克兰 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今时今日 美国不是要联合其他盟友 一些不给钱的盟友 常常会做freeriders 搭便车的人 一起对抗这件事 否则你民窮国弱 你一定要他们给回他们的份额 你想做朋友也可以 我们讲最多是一种很基本的原则 你法国 德国 各国 英国 日本 台湾 给回你的份额出来 而你的份额要求不多 GDP的2.5%甚至3% 去到你自己国家的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你都不是给美国的 你可能去美国买武器 可能去法国买武器 whatever 那你就在国防预算上 要增加这件事 要的就是这么简单 它不是说我要你立刻摊大手板 要你给多少钱 是给你3% 去到你的国防预算上 那你给就是美国帮你的前提 跟着你就怪 美国这样侵侵蓬佩奥提出这样的政策 就是欺负那些人 分化欧洲 会很奇怪整件事 那你说关税那些东西 那关税那些东西当然是重要的 但现在全世界在移动中国 OK 那美国会不会开另一条战线 移动欧洲那方面的东西 有可能 但不要忘记 最重要的就是中国 所以我就说在关税方面 能够尽量能够平心正义些去谈一件事 但是在这个国防预算方面 美国对于各国 就是要求他们给分額出来 我觉得很合理的 就是这个是公平的交易 大家是合作的 你不可能你自己不出事 就好像以前大学那些 NBA的做报告那样 一个群組 一个人全做了 大家都要出份的 不是这样的 做事你要这样的组织 这些不是组织 这些叫做烏合之众 我就说了 拜登要的 你这种烏合之众的光芒 还是你真是以实力来谋取和平呢 当你出了你的份 你才是组织 就是等于你黑社会也好 NBA也好 你所有的人 出你自己的努力 去到一个地方那里 大家才有commitment 就是一个家人 如果永远都是老公出了所有东西 老婆什么都不会负责的 整个事情是完全不平等的 这件事是完全 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就是 永远一个压榨另一方 另一方就被人压榨 然后大家很不和气的地方 一定互相有分工合作的 这个分工合作 或者这种所谓的commitment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不是说特朗普要离弃欧洲 是欧洲根本上你用这些东西 来不出钱 你出钱不是大家站在一起 而我认为这个机会很大 迫到微截的时候 你什么都要出了 底褲都要剥了 所以我就说 现在很多欧洲用拖的方式 是避免出那么多钱 全部都是算死草 所以我就说 一个更加强的美国 是令到这些欧洲的commitment 他们的determination 出回来 这个才是重点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看 我非常同意你讲两点 第一就是中国最关注 今天中共最关注 从来不是经济群境 刚才你讲了很多 我就不作补足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今天欧洲都有觉醒的 这几年 但是那个觉醒 不是由拜登去主导 我想俄乌的战争 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 对欧洲的觉醒就是 不可以把所有鸡蛋 都放在一个栏 特别是德国的觉醒 所以我觉得 那个功劳 不是去了拜登的 那回来讲Kirk Campbell 这个就是再引证我说的一次 就是民主党相信的对华政策 他们那个核心价值观 他觉得就是 deal with the魔鬼 或者甚至他觉得 他自己可以控制到这魔鬼 是符合美国利益 甚至符合世界利益的 Kirk Campbell就是这一只 他都是奥巴马年代的人 OK 都是这些旧思维 对的 跟基因格局那些都差不多 修正 机会主义 投行主义等等 你说 喂 经济的 经济 经济 行先 我想 他会更紧 他紧张经济 多过中共 那个 经济 但是 你问题就是说 即他现在这套论述 这个世界都很乱 这个世界都很乱 我们跟这个大国 这个大国 其实今天不如就先握一扎吧 大家 总之大家都明确明白 对方的红线在哪里 总之一路去沟通 但是你说话浪费了 大佬 如果你做得到 就不用我们现在在那里说 那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美中渣爬的时候 你有什么 你可以说服到大家 就是 对方不是要你跟他那套规矩 现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反对美中关系 OK 但是美中关系 是在一套 是 就是我们现在跟黑社会丢 我们本来想着可以令到黑社会 有一天会重量的 但是现在不是哦 我们跟他丢丢一下的时候 我们发觉 我们自己随时都变成黑社会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今天的问题所在 我们今天 现在中共释出一个讯息 就是你全套东西要跟他玩 喂 大哥 那你美国 你还继续用这种 修正主义 你知道吗?很简单 举个例子 是不是? 如果你玩到真的完全 其实 习近平最喜欢就是Kirk Campbell 这些人 如果你美国多几 一亿几千万 这些契弟 那就真是发达了 因为很简单 喂大哥 我这边都有十四亿人 哎 大哥 我随时 两三亿 中国人 你美国那里住啊 不如 那然后整个美国 变成这个 中国 中国第三十四个省都可以 喂 共产党真的有能力去做这些东西 那个不需要透过军事 就是用渗透 要不然今天整个世界在说 中共的渗透那种 大家都是感受到 他这些这样的 aggressive的东西 无论对澳洲 对加拿大 对欧洲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觉得 中国挖起是一个威胁 所以我不需要再做补充 所以大家只是看的就是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 是有两套很不同的对华政策 那如果你说 就是继续是民主党揣装的时候 就是这一只 就是叫 就是馮檢基 又谈又继续 OK 但是通常都是谈的 多个继续 就是这样 OK 听听一下就被人继续 又继续 是啊 你一直谈 其实你被人继续 但是我现在就是 啊 可以谈的吗 可以谈的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不行 就是我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美国11月5日的这个 总统大选 和这个众议院 各方面 就是全面的大选 我想是很重要的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说 你决定走哪一条路线的时候 我知道 我差不多每一场 深深做公开演讲我都听的 那有些演讲讲得挺好的 就是比如在Bronze那个 就是纽约那个 讲得很好 有几场讲得很好 那其实他一般的水准都不差 那他讲到话 当然你觉得很夸张 在測情上面 那政治人物一定是这样做 但是我只是说 他有些东西已经讲得很清楚 100%关税 60%关税 100%就是那些 中国汽车在墨西哥生产入美国 接着呢 60%关税 而且驱逐所有非法的入境者 而且开始 close the border except for legally admitted的人 就是你比如我们 有机会可以去到美国的 那如果有机会去到美国的 那如果有机会去到美国的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东西 因为你觉得 非法劳工是有利于那些人用更箭的 低过最低工资的 完全违法的手段去做事 那你的law and order 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认为你的law and order 太过严格 那就修改它 没修改之前 遵守你的法律 这些就是常识呢 为什么你认为 非法移民 是对美国经济更有利 所以要支持呢 如果这么说 加拿大是否容许非法移民 英国不会容许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多余的 接着有些人跟我死争 是非法移民和难民是不同的 我都知道不同 难民反而还会比非法移民好些 因为有难嘛 那可能有人倒救回问题嘛 但是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不是都是难民 就是非法移民 每人数以万计的人 数以百计千计的人一路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的政府呢 加上你对于台湾 你对于世界各国 表面上为一种 哈哈笑的地方 其实个个都找你笨 我不讲那个数字在后面 找你笨什么 基本上个个都找你 找你笨 于是乎呢 你就觉得大家很多朋友 那样 你真的很笑 其实你所做的事 和习近平一路做的一带一路 不是一样的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就是说 我今生被人找笨 总之找笨 你卖笑面 一起和大家做场show 那你现在拜登不一样 被人找笨 GDP的你问法国的 你问德国的 是不是交足2% 现在要将它提升到300% 英国首先就说 我2030年之前呢 会一定commit 2.5% 那么大把的 不是 最近 最近 举个例子 现在乌阿兰在柏林开的和平峰会 就是说那些乌阿兰的贷款 其中一点就是引证了桑宝说话 那如果将来乌阿兰借了那些钱还到 那怎样呢 美国肯啊 这个拜登说 就是这样 那所以 那你 有钱 有钱当然有朋友 那些朋友就买来 但是那些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呢 那些可能是猪瓶狗友 那所以 是的 就是我觉得 阿桑宝常常强调一件事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桑宝上台 美国就无朋友 其实 其实 不是这样的 大佬 是的 就是有些事情要说回原则性 就是原则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 就是 大家爆料集中 七亿身家那些 是 and then 你爆料它 七亿身家 是整个家人 是不是 那个真是 那个 看看会不会下星期说 极度失望的一个报告 那个真是简直 而是你拜登说的东西 雷星大雨点少 喂 你找我爆 那些东西可能比你那份报告 你不是搞错啊 大佬 真的 喂 不如这样 我们 刚才说过十一月的选举 我们就 美国的选举 那我们第二节 回来 就讲讲 有些早过十一月的选举 或者还有一些 已经完成了的选举 今年都是一个世界的选举年来的 那这些都是跟未来的对华政策 都是很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到杰斯的频道 第二节 伸手去神州 我们一会儿再可以谈一下 就是未来的总局选举 是的 OK 一直见